其实这门课程主要如果跟我其他上的课程做一个图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课程基本上是相对于其他课程的话是属于比较困难的 有关Python相关的认证其实已经到了最底下了 其实我是建议如果你按部就班应该是先把EA比较基本的程式像VBA也许可以先学会 因为VBA比Python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些 虽然还是很难但是还是在难里面会比较还是简单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反正你们都选了不然的话你要退学吗 我只是建议这也麻烦 因为大湾同学就没有学过了 不过我们没学过没学过的上课方式 我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至少因为我上课程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 至少就是说你Excel一定要很熟 Excel的函数你如果第一个 因为最基本最简单 再来就是VBAVBA里面就是做按钮或者是自定函数之类的 再来的话就是其他还可以再延伸比如说像那个枢纽分析表的自动化 自动做报表 有没有 如果你假设你希望一个按键按下去 那你每天做的事情就自动的完成的话 那其实可以透过我刚刚讲这些东西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这就是你要的目标 那好处就是怎么样 好处是你变成你的工作会很惬意 因为很多事情 真的有些同学学完之后发现工作突然变好轻松 每天的事情本来一个早上的事情 其实你把整个城市写完 那这件事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后来发现 现在很多企业需要人才 其实当然都是最好是有具备城市能力方面的 慢慢会变成一个最低限度 所以现在很多新人一进来面试直接问他 你会不会城市 不会城市 当然就不优先 那如果会的话 会越多越好 当然就优先入用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企业的竞争力 因为你要跟别人竞争 如果说每个行政人员都会写城市的话 那天啊 这个公司怎么会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发现台积电 台积电里面很多员工 基本的要求就叫VBA 因为之前有台积电的那个来上课 他说是我们最基本的 都一定要会 然后他那时候再来学Python 因为他慢慢 可能台积电慢慢也要求也要会Python 而且他只是一个 算是行政方面的出乎工作人员 也会被要求会这些东西 好像也可想而知 这以后当然也许不是只有台积电 可能慢慢的 因为你要跟其他的行业竞争的话 或者其他公司竞争的话 那当然你要汇动也越多 那我大概有一些规划 所以这边有一个图 在我的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这个简单的一个规划方向 所以我们目前是在这个 证照的话是这一张 另外的话其实 这个TQC Plus 它其实有个网站 所以如果你们假如对这个证照有兴趣 或者之后想要考试的话 那其实可以上这个叫TQC 它后面叫Plus P-L-U-S OK Plus 然后它的网址就是 TQC Plus Plus.org.tw 或者你用Google也可以 Google到TQC Plus 然后进到里面的话 基本上有关Python相关证照 它里面就提供了几张 所以你会发现点进来的话 它应该是在哪边 这边有TQC 所以你可以看到 TQC是在哪里呢 这边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有一张 这个是新的 它总共有 我们目前是这个 基础程式设计Python 考试的话就是1到5类 1到5类 那另外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叫程式设计Python 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差两个字 基础 基础的话是1到5 那程式设计的话是1到9 也就是它的所有题库总共有9类 如果你只选到1到5就是基础的 所以将来颁发证书前面会有个基础 但如果你想要不要有基础两个字 你就还要再延伸 它总共就有9类 OK 考试大家难度就更高 那再来另外还有一张这个 这一张叫什么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其实就是所谓的网路爬虫 OK 爬下来资料做分析 那分析可能会用到像一些外挂 像什么Pandas 或者是像那个Mainlab 那个就是画图的 视觉画的 或者是说还有会用到一些Numpa 反正它就是会有4类 那4类里面的话 记得一类5题的样子 4类 然后5题里面考一题 总共一题好像25分 OK 也是一样 通过的话 它就颁一个证照给你 另外它最近 大概上个月吧 才又推出一张更新的 叫用Python做什么 人工智慧做机器学习的 OK 不过这一张证照的话 难度又更高 那目前的话 我自己本身 我这两张证照都考过了 但这一张因为刚出来 还没有时间 如果有考试的话 可能我在 应该会去参加 OK 那当然自己有考过 再跟各位分享经验 应该会比较具体一点 而且同学会比较积极 也比较愿意去参与 当然有需要的同学自己就去考了 那所以第一个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这份课程 这课程的名称 叫做这个TQC 等下 我们arias 放 rotate 这个课程名称 不是发现网页把plus 改成疑 有没有 这可能会错译了 大概的方向就是总共 我们前面互有先介绍一下 就是Python这程式的基本环境 因为你要考证到之前 你如果对Python的撰写方式 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 那你要讲到题目的话 那当然相对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 就会先跟各位讲一些有关什么 这个Python的开发环境 那个开发环境基本上我讲过 因为Python它是一个所谓的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的话 基本上没有费用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有点像free的 OK 那因为是free的 所以它因为没有给你收任何费用 所以变成说你有 有点像自助餐的概念 变成说你有很多东西 要自己去找到这个资源 然后把它安装起来 那因为步骤其实还蛮琐碎的 所以我想一个办法 就懒人包 就像刚刚那个懒人包 你就把它下载解压缩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Python的程式 那所以呢今天也许啊 第一个如果我们环境OK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会开始讲一些基本的语法 OK 比如说在Python里面呢 怎么样产生变数 然后呢怎么样针对这个变数 做一些简单的计算运算啊 或者是写一点简单的程式 那写完成是让它做一些运算完的结果 可以把它输出看到结果让我秀出来 我知道它帮我做完结果了 OK 那这该怎么做 待会来说明 然后还有所谓的结构控制 结构控制就是做一些逻辑判断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它帮我输入什么 然后帮我判断到底这个 比如说判断你的BMI好了 比如说它说 请你输入你的身高 请你输入你的体重 然后帮你算完BMI 然后并且告诉你你到底是过重还是过轻 还是等等的 有一些很多的结果出来 那再来的话就回圈 回圈的话 包含也许最基本就是for回圈跟画回圈 那回圈其实也是城市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重复做嘛 那人当然很讨厌重复做啊 可是如果你希望电脑重复帮你做的话 一键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那你就要把回圈给学好 那这个回圈不是说只有Python有 任何语言都有 而且其实用的方法 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 很多东西虽然说 你可能在这边写 可能在VBA写 那你换成Python可不可以 其实也差不多啊 很多东西其实我都是 同样的逻辑 是把语言上面改一下而已 语法改写一下 那基本上 大概概念都相似啦 只是说你要记得说 到底它哪边长得不一样 用的语法 稍微把它变化一下 就可以马上在另外一个语言 又可以做出一样的事情了 绝对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呢 各种工具哦 它会有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 OK 所以你要知道说 不同的工具哦 到底优点在哪里 缺点在哪里 然后在什么状况下 用哪个工具会比较好 不是说一个工具全部都 都是最好的哦 那工具跟工具之间是应该 互相的结长补短 而不是说我今天学了Python 我就可以把VBA给丢掉 没有啦 其实哦 有的时候用哪一个比较恰当 你用哪一个比较OK 比如说简单说 在e-sale的环境里面 你干脆直接写VBA就好了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同一个世界里面的产品嘛 对不对 那你就直接用 很快就事情就搞定了 你就不用 有点像你在国内 国内旅游不用护照吧 你做很多事情都很简单 那外国人不一样啊 外国人来 你看他隔离14天 回去再隔离14天 对不对 就像我们现在都不能出国 为什么 因为你想说出去又要14天隔离 回来又要隔离14天 那你哪有那么多天价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想出国 OK 到底是一样啊 Python跟e-sale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产品 那如果说你Python要处理e-sale的东西的话 毕竟还是隔一层 你可能还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完整 那与其这样你倒不如用VBA算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 那当然有些部分 比如网路爬虫 可能Python比较厉害 那你可以怎么样 像我的习惯是用Python爬到的资料 再存档存成e-sale 或者存成csv 我再去用VBA读取回来就好了 或者我也可以直接用VBA就呼叫那个Python 帮我做完的结果再丢回来 我再去开那个档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对 可以串在一起的 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你可以慢慢思考 就是多种工具的叫做交互应用 或者是就是协同应用 这种用法 我觉得才是怎么讲 比较好的方案 不是说你今天用了这个 你另外可以把它丢掉 不是这样的 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 比如说你今天来这里 你可以搭公车 可以搭捷运 对不对 也可以搭自然车 对不对 等等的很多方法 但哪一个好呢 对 当然你要去思考 在什么情况下 比如你可能来不及的 搭小黄 对不对 如果你可能想要省钱 走路来好了 对不对 最便宜 就是此类的 这都是工具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入门 进阶的部分的话 我们主要是入门的部分 进阶可能没办法 这个时间可能 也许在另外一个课程会再提到 那再来讲一下有关这一张证照 到底考什么 到底上哪些内容 题目的话大概它分成五大类 所以特别主要基础 OK 前提是基础 基础我刚刚讲过 就是考一到五类 可是如果你的程度好一点 我建议你甚至可以考不要基础的 就是程式设计 那就要一到九类 等于你就再多准备四类就好了 OK 所以有些同学想说 这个好像后面那个CP值比较高 我准备一次 那我就可以拿一个不要 不然我拿考楼基础 下次我如果还在考虑 那不是还在花个力气 对不对 倒步一次就到位就好了 是不是也是方法 也可以啦 不过就是你可能可以设个目标 那一到九类呢 就是有九十道题 那你要把这九十道题 全部要练手 练着滚瓜烂手 然后都不能错 那考试的那你可以几题 不会没关系啦 七十分几个 所以其中有一题两题不会 应该还是可以拿到这个证照 那这五类的话 大概是哪些 第一类的话呢 就是基本的程式设计的一些相关 包含什么呢 包含变数 长数 还有指定叙数等等的 里面包含什么呢 像是算数运算值 算数运算是什么 加减乘除啊 或者什么除除啊 等等的 这些讲基本的啦 很简单的 另外比较常 重要的像格式化 什么叫格式化 比如说资料 你怎么样安排 比如说靠左对齐 靠右对齐 至终对齐 或者说我这边总共要几个字 你输出的时候加什么样的格式 帮我按照那个格式 帮我安排 所以这个格式化会用到一个函数叫format 所以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在这里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选择叙数 选择叙数就是逻辑判断 那一重逻辑就一幅 一个一幅 如果是两重 true跟false就一幅 else else就反之 如果为true 那我做什么 如果为false 就是相反的那些else 如果说呢 我有除了两重之外 有多三个四个五个可能性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再加一个el一幅 el一幅 el一幅 一直el一幅下去 然后最后的一个也是else 那你可以做多重判断 OK 所以这个是选择 再来就回圈叙数 回圈的话基本上就两个回圈 一个是while回圈 一个是for回圈 那两指线最大的差别是 for回圈是有个范围的 比如说这个范围有个range 那我就把这个range 只要做完了 那就拜拜就离开了 那while的话就是说 那个后面是加一个true跟false 如果后面那个条件是true的话 对那你就做 对就继续做 当它为false就离开了 OK 所以两指之间最大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for回圈是范围的 那坏回圈的话是一个条件 那什么时候用for 什么时候用fire 这个后面有题目 不过一般用for回圈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都是有范围性的 你在这个范围处理完 你就可以离开 那其他的话 第四类是进阶 进阶的话等于是把前面三类 在综合之后的结果 那第五类的话就是函式 或者翻译叫函数 其实名称上差异 叫function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写成一个function 你用呼叫的 可以传一个参数给他 然后他会return一个他的函数结果给你 OK 这个地方该怎么建立一个function的整个过程 后面会再跟各位说明 那总共的话一类 至少就是有十道题目 OK 大概是这样 先知道一下 五十道题 还有 如果你要挑战更难 后面有六到九 考什么 第六类考串列 串列就是有点像阵列 其实它差别就是 串列的话里面的形态可以不一样 但是阵列里面形态是要一模一样 OK 串列 也就是不止一个资料 你以后变数里面可以放多个资料 就像资料库来的资料 或者外部的档案来的资料 你一定不是说放一个变数而已 你可能要放很多资料 那他们都会放在串列 串列非常重要 如果不会串列很多事情就做不出来 其他还有像什么 像那个tuple 这个tuple的话 这跟list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是可以修改的资料 那它跟它差别就是这个tuple 它是不能修改的 唯独的 OK 其实就这里不一样而已 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个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 因为其实说 根本一样的东西干嘛弄两个出来 那它好处 有一个就是速度比较快 但问题快多少呢 如果只是快个百万分之一秒 或者根本无感 那无感你干嘛 为了那个百万分之一秒 多学一个 那有点浪费力气 所以他们这个我比较少用 OK 那另外一个set set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瓜糊 set里面放的资料 有个特性 就是不会重复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类似像 Excel里面的移除重复 如果你希望 比如说你给它一个list 然后你set它之后 它有点像移除重复 它里面就不会有重复的资料了 OK 那还有字典 字典的话呢 其实就是放key跟value 其实这个跟那个 网路上来的有一个档案叫json JSON JSON 的这个格式 大部分资料都会放在字典里面 然后再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OK 所以第七类 第八类是自创 第九类是档案的读取 还有一些 这些相关的那个错误的处理 异常的处理等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同学 也许如果你假设程度稍微好一点 也许可以延伸到 后面的部分 那 再来的话呢 我 简单介绍我自己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 其实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Google 乌老师 第一个连结就我的 OK 第3个连结好像也是我的 第1个就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3个好像就我的教学的YouTube频道 OK 然后 第5个第6个好像是我的论坛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 1页里面10个就有4个是我的 另外第4个好像就是我的部落格 也是我部落格 但是是匹克邦的 刚刚的吗 啊 刚刚记录那个就是匹克邦的 刚刚那个是云端啊 就是第一个我们想拿出来就是吴老师提对方的部落格 OKOK 所以其实很蛮容易找到我的东西了 那所以像YouTube上面啊 如果你要 找一些相关的东西 所以其实很多人啊 要找 找一些 影片的话 后面找来找去这边找到我 尤其像Excel VBA 几乎被我洗版了 为什么 因为 几乎都是 我不知道 其他老师可能上课都没有习惯 把影片录下来分享 OK 所以变成说 因为我已经做这件事超过15年了 所以应该也已经没有人可以赶上我了 OK 这变成说 不是没有别的老师 是因为 呃 怎么讲 别的老师没有像我这么积极吧 OK 这么乐于分享 我还怕别人不知道 还怕别人听不懂 真的 因为以前我教我学生 我真的 我的心态是 你如果来上我的课 我是真的非常希望你们一定要学会的 我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我会留一手 或者希望说你下一次再来上课 这样子的话 我学生人数才会增加 对不对 我怕说下一次你们不来上课 那下一次没有人选课了 就没有学生了 对你都会了 你下一次还会再来 不会吧 对不对 但是很奇妙的 我这种心态 我希望你们下一次就不要来 我下一次这个课就不要开了 没有人最好了 我就不要上课了 后来发现 刚好相反 奇怪 人怎么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人学 还有一堆人学 选课也这一下就 就满了 那我觉得这还蛮奇怪的 OK 可能是因为分享 然后他会介绍别人 再介绍更多人 而且看了影片之后 感觉好像有烧到痒醋了 想学 但是怎么办呢 去哪边学 网络上查一下 发现哪边有开课 那就会去那边报名 这也是一种行销的手法吧 不过说我不是刻意行销 不是说我因为我要招生 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 其实背后没有特别的目的 只是说我觉得我喜欢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你做这件事情 帅瓶赚很多钱 我讲到钱 当然就庸俗了 对 格调就不一 是不是 不过有的时候 因为你不求 所以会更多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 可能这个 这个点应该是 方向是正确的 因为你越想要 反而越要不到 这很奇妙的 OK 好 那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其实你可以 感觉到现在很多趋势 ABCDE 其实还有一个F F的话是Fintech Fintech就是什么 数位金融 你会发现现在所有金融都数位化了 而且所以你会发现有些金融业 不会一些VBA Python 可能连进去的门槛都没 都没办法 对 所以 未来当然新的机会就是 新的科技就象征新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建议年轻的一定要学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你才有机会嘛 不然你都学老的东西 旧的东西 那你哪能够跟那一些资深人员竞争 他们绝对闭着眼睛都比你厉害 但是有些新的东西 他们不太会学 他们也没时间也不想学 等着退休怎么会想学 所以都是机会 比如像AI 像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这些东西 要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操作 其实背后当然基本都用Python写的比较多 所以基本还是 要学Python 那大数据分析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 那我刚刚提过这个时候的大 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叫做大 OK 那cloud 当然不用讲 云端 它有什么一些辨识 人眼辨识 车牌辨识 影像变识 这也是一个趋势 那其他还有像电动车 Fintech 等等的 这都已经趋势了 所以 大概一个新 所以为什么会 有这些课程 那这个是我一些简历 OK 那 最早当然是 因为 曾经 写程式吧 然后写一写 之后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 现在的话 主要是 担任一些 跟教学比较有关系的 因为慢慢可以有一些 选择的话 慢慢就是 开始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教学慢慢发现 还蛮愉快的 OK 但我的心态大部分都是 比较正向的 OK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感觉 好像需要我去做一点事情 而且前提是 不太能够 计较酬劳 OK 像现在大学的 监政教师 监政老师真的很可怜 薪资真的是 所以有的时候去 你都要 佛心 OK 不然没有人去 这样怎么提升 OK 好 再来的话 这个是一些 奖项 我拿过一些奖项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边 志强公益今天有颁一个教学卓业贡献奖 文大推广部有颁过趋势先锋奖 等等的 我自己的证照 目前大概超过30张 OK 证照对我来说不是有一定的用途 我只是因为我觉得 好像考考看嘛 收集证照也是还蛮有趣的 OK 反正就至少证明 我考过了 不然学生说 老师你 有没有考过 我没考过 那你干嘛教这个课 就回答不出来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像这个整班 他们一整班也是都 都很入门的 但全部都考过 OK 而且 从那个刚开始 感觉就是 比较没有自信心 考过之后我发现 其实自信就增加许多 那我一页教学频道 那我频道其实 因为我YouTube上面的频道 至少有 七八个吧 我忘记几个 最多人订阅的 大概就是 主要的那一个 大概三万 现在三万三左右的订阅人数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你们参加考试的话 他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示意的 真的就是 这个是考试最后 的结果 如果 绿灯 有没有 表示说 你是通过了 OK 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 假设你是考那个 一到九类那一个 他总共就是 九到题目 那其中的话第四类是 二十分 其他都十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拿到七十分 你就拿到证照 你就可以说 你就举手说 我可不可以离开了 OK 就可以 就是等那个证照再寄给你 其他的话就是我的证照 那再来的话呢 大概说 我们会有一本书 会提供给各位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那就是这一本 叫做Python3.x的那个 程式设计 特训教材 那里面的话就是包含有 题目 跟 答案 那因为这个答案 他没有所谓的标准程式的写法 也就是说你只要符合他的程式需求 你怎么写都可以 那 所以 有的时候我看这个解答我不习惯 我有时候会用我自己的解法 然后会提供在云端上面 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待会请各位就是先 帮我下载那个 就是 384这个 然后并且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呢 再来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 其中的一个档案打开 我们的环境就OK了 所以 记得把那个384按右键 解压缩 右键解压缩字 就可以 解出来之后可能要有点时间 384这个资料夹 打开 来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打开之后的话呢 请你到那个384这个目录里面的scripts 这个目录 里面呢直接开启 其中 有一个档案 往下 叫做spyder3这个 特别注意 将来考试的话 也是用这个环境 叫spyder spyder3这个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点两下打开 低跌的这个 他找不到 原来东西在 c跌 找一个那个 叫什么dw 他的设定档 那这个设定档 等一下可能要修改 因为他 那个直到低跌去 因为我这个环境之前 这是放在 低跌的一样 所以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修改 OK OK